咱们伟大的傻逼习近平让中共的解放军叫不宣而演习 跟不宣而战就差一个字了 战演习实战演习实战演习 干嘛呢 对台湾整个包围台湾 你看这个作战图周边展开了史无前例最大规模 最靠近台湾跟实际情况最贴近的攻台军事演习 越过了台湾的各种警戒线 这个军演多少部队啊 怎么从金门推荐一步步来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自己去网上看 网上全有很多人讲过了 生情并茂 大家看就完了 我只聊一下结果 什么结果呢 这次中共针对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完全按照模拟攻台的军事演习的进攻方 中共 演习的结果是国内A股市场大跌 5313只挂牌的流通股票 其中4000A股 其中4578只下跌 只有735只上涨 下跌比例86.2% 将近90% 穷锅的心态有意思吧 这是进攻方要干掉的我要打你 我牛逼我厉害 结果他们夸这样 被围攻被军演被包围被打的台湾股市上涨 全面上涨全年结束说报21607.43点 创台湾股市的历史最高点位记录 最高级路 有意思吧 中国跟台湾那么博弈 对吧 历史上每一次中共动用军演一恐吓台湾 台湾经济就震一下 股市就跌一下 一恐吓台湾就震一下跌一下 就像这种这么大规模全围台仿照真实攻台军演 演完了人家股票暴涨 历史上从来都没发生过 从来都没发生过 对呀 人家一害怕就赶紧买股票 可能吗 可能吗 我知道你看玩笑啊 开玩笑 所以这个事情不开玩笑 从未来看一定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个事反映了是什么 这骨子里反映了 台湾现在真实啊 就是台湾的领导人跟中国领导人 先不管他们未来从政条件怎么样 大家感知他们的领导人水平 跟两岸台湾跟大陆两岸人民 现实真正的心态 对 这个是明确的反应 那针对这个演习发展呢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赖德卿的就职 赖德卿的就职 赖德卿的就职呢 在前几天赖德卿的就职仪式上 有几个很重要的事 上回说讲 我讲得很轻 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很早以前讲过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很重要这个事 中华民国在中国建立的 宪政体制 完整体制的时间 是远远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咱们都知道 那中华民国在国际上 得到国际承认独立国家的时间 也远远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在二次大战期间 即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是中华民国 不管日本投降时候签署的投降协议的对象 还是战前战中战后 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的多种模式的合作的对象 全是中华民国 都是以中华民国作为这块土地 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进行的 即使是苏联 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唯一公开承认合法的国家和政党 也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 中国的执政党 这个就是为什么赖长兴明确自己 是中华民国宪政体系就任的国家总统 这种说法不管是从历史传承 还是国际惯例上 法理的依据都是特别坚固跟稳定的 找不出毛病来 他讲得很清楚 他自己 然后他还强调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中国和台湾是两岸两国的关系 赖清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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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清德赖清德 对口误口误 老年持来前兆 老年持来前兆没办法了 那这个时候定位很正确啊 此外呢 他的就职讲话 台湾的任何政党 除了我们民进党 任何政党都应该反对中共对台湾的并吞 这是并吞 保护台湾的主权 不因为了政权而牺牲国家主权 谁当了政权 政治权利 都不能牺牲国家的主权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主权在民在人民 我们先不管他做的怎么样 他讲的这个逻辑和依据没任何问题 而且在就职讲话中很清楚 中国应该停止对台湾的文攻武吓 一起和台湾承担起全球的责任 致力于维护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 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说的很清楚 所以赖总统这种表态的境界和格局 我自己个人感觉和台湾历届总统相比 又算是有一个进步 能够很清楚的审时 夺势 明确台湾是主权国家 而且是站起来的主权国家 不是弯腰了 不明确 就明确了 就是主权国家 我就是主权国家总统 就是国与国的关系 不弯腰了 不管最后这个总统在实践中 能做到什么程度 最起码就职讲这些话 原则说出来 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是个很大的进步 赖总统讲的话呢 还是充分依据了历史的事实 有大量相关的法律证据 而且充分考虑了台湾的现状 不含糊 我喜欢这种明确不含糊 不齐强的人 就职 我就是国家 就是不同的国家和国家关系 谁也不隶属谁 这种讲话的 为什么打这个军演不告 这种讲话是对200斤 所谓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这种模棱两可的口号的 啪啪打脸 中国这个傻逼习近平的问题在哪 就是他在讲到台湾的问题上 永远在聊一句话 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沃尼玛 你说这个中国是哪个中国 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定不是历史 因为历史上咱们都知道 宋朝清朝唐朝明朝 没人说我是中国 每一个朝代对自己的称呼 你可以叫中华 可以叫什么九州叫华夏 所以你现在这个模糊的中国 一定要确认 你中国只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在历史上 我们只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有只能那么说呀 因为在历史上从不管二战后国际的法律法规各种承认 从来没有一个东西告诉你 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台湾是在中华民国的属地 你不能讲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在历史上在法理上都讲不清楚 所以中共干啥 他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中国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么模糊的词 你怎么不明确提啊 你讲的中国是什么呀 不能说 说完了 不管任何说法 历史法里都站不住脚 他又要喊口号 所以就喊了一个大家现在今天就都知道了 就是莫名其妙 完全不知道来源是哪的口号 叫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中国是什么国家 是谁呀中国 是中华民国吗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你不能说 说完了我讲了 历史法里都打不住脚 所以最后呢 人家赖总统讲完了 OK合理合法 没办法 怎么办 动武 说不过 理论上占不了理 就开始动手了 所以不宣而大规模军演 全面围台 模仿真实攻台战争的军演 200斤是真挤辣 就这个军演你都看得出来 小心眼 没气度 用军事武装演习恐吓台湾 告诉台湾 老子牛逼 老子真的会这么打台湾 结果就是咱们看到 中国股票全面下跌 台湾股市全面新高 原因有很多 有三点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原因 特别第三点 前面两个大家都说过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台湾人不怕了 高兴 无所谓 因为中共几十年来 就这一招 始终如一的用军演恐吓台湾 什么万炮镇金门开始 一直到现在 就没换过 就是军演震慑台湾 是唯一能用的恐吓手段 除此以外 就没换过其他招 就军演 佩洛西来了 军演 对吧 民进党支持率高了 军演 赖总统讲话了 军演 中国共产党除了会用军演去恐吓 啥新招都没有 咱们经常说一个话 叫狮子多了不咬 债多了不愁 就是你狗屎玩意 你啥玩意啊 天天你就会吓我 吓我一次两次还行 那么天天吓我总吓我 谁他妈理你啊 你傻逼吧 没新玩意儿 谁会怕你啊 几十年了就这一招 别说对台湾民众无感 你军演谁都无感了 你怎么揪这一招啊 所以你演你的 你花你的钱 你死你的人 我干我的 因为军演 只要实战军演 就经常会死人 反正中共没有新玩意儿 全力继行了 所以你在干嘛 该做啥做啥 对吧 第二个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 台湾还能是好消息 因为这个是对台湾政府 和台湾国家的 完整度都是好事 台湾本身政府 是一定希望 欧美更多的支持 给予更多力量 目前国际上 很多地方都在打仗 紧张的局面很多 那欧美的资源就这么多 一定是哪紧张 哪乱去 顾及哪 哪出现新的焦点 去多投入力量 所以如果台湾这边 进行了真实的 解放军军演 围台军演 好像要打了 真正要干了 那怎么办 那就得拼命 往台湾这边支持 要把这种可能发生的战争 最好能够湮灭在 摇篮里面 感受不到 中共对台湾有真正威胁 对吧 那就不会拼所有的力量 去调用保护台湾 其他地方先顾着 但是真正要威胁了 台湾地理位置太重要 咱们也都知道 这边海的面积这么大呢 周边国家这么多呢 如果没有台湾 中共所有南海伸张权力的 所谓的法律依据 不存在 对呀 就为什么 台湾只要不是中国的 是独立国家 那整个南海 你要个屁呀 对你要个屁呀 甚至于东海很多 你可能都不一定 能完整要得到 都不是你的事 那台湾国的 跟你有屁关系 要要也是台湾 跟人家菲律宾 跟人家越南洽谈 跟你有屁关系 所以当中共一对台湾 威胁很大了 这么一个台湾的 关键利益 那怎么办 那马上就开始 所以这次中共一演习 美国政府马上表示 更多力量要投放在亚太 集中保护台湾 给台湾更多的支持 这不是就是台湾政府 需要的吗 就现在中共的军演 是加深西方的印象 你看现在老外多少报纸 用的词叫什么 中共跟普京 俄罗斯跟习近平 这对夫妻的 俄罗斯跟习近平 这对夫妻的蜜月期 是没人能打破的 这是老外的媒体 西方必须放弃 对中国的一切幻想 共同携手对付中俄 所以抑制中国 就是抑制俄罗斯 制约俄罗斯 就是制约中国 那在这种大前提下 中共威胁的恐吓的越厉害 台湾得到的国际支持 就会越多 那当然台湾政府 获得到好处 就会越多 所以你吓唬吧 反正老百姓不怕 随便吓唬 这个事上 本身就吓唬这个事 中共是挺蠢的 挺蠢的 你的对手是台湾 结果现在你通过这个吓唬 通过所谓的恐吓 把你的对手 变成了台湾加美国 加日本 加欧洲 加澳大利亚 加新西兰 加一堆 你恐吓的越多 不是人家越害怕 人家跑了 服了 是你恐吓的越多 人家就团结越多的力量 过来怎么样 要跟你干 紧盯着你 你们傻吗 会咬人的狗 会咬人的狗 不叫 您甭啊 您要打 你什么都别干 说打您就上去打 对吧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人家高兴 中共股市傻逼 人家还说 军股股上涨 你不知道这次军队的人 骂的有多厉害 就是傻逼表现 让对方信心大增 这次军演 蠢的无限在蠢 这国内哥们跟我讲 这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你的目的是去吓唬他 你有很多方式 你在战略层面吓唬他 发导弹 军事技术层面吓唬他 展示新的军舰 新的武器 或者演练 自己演练队伍的配合度 怎么夺倒单向的 都可以没问题 结果呢 现在何考 这次军演 属于是把中共将来 要打台湾的真实的 主要的作战计划的步骤 演了一遍 那确实 你这么演完了呢 中共各冰兵种之间的配合 是熟悉的 但是人家台湾 美国日本也熟悉了 你不就等于告诉别人 你将来要打台湾 很重要一种方式 可能会采取什么 办法去打吗 有病吗 你要恐吓 上面讲的恐吓就行了 你要不要这么傻 就历史上 谁会这么傻 如果当初俄罗斯 把如何要打乌克兰 怎么去做空降兵 先演练一遍 然后打基辅的时候 按照演练打一遍 那估计现在俄罗斯 打的不是闪电战了 就估计就全军覆没了 投到基辅的人 历史上什么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阿富汗战争 叙利亚战争 伊拉克战争 哪一个战争是先 实战全部演练一遍 各军兵种配合一遍 给对方先看 按照真实打看 看完了以后来恐吓你 那么这不是大傻子吗 这种事都能干出来 就没有过 你在历史上没有过哪个战争 我讲那么多战争 就没见过中国这么演练 有人说那中共是不是 演练了一个假的战户 迷惑对方 到时候不就这么做了吗 那不是有病吗 你为了迷惑对方 你用朝这么演练吗 你不演练真实的战术 不就完了吗 你的目的是恐吓 展示力量就够了 现在这次演练中 各部门各军兵种 在指定定演指定时间 进行实战性配合 提次性进攻 增加军演部队 在同样任务中相互配合的熟练柱 这都是人家给我发的啊 除了这个其他什么作用没有 也就是您真的战争这么打 这种演练才有效 你不这么打 这种演练都没用了 你为什么要演练啊 所以我国内的朋友在跟我讲这个事 吐槽这个事 就是这第三个原因的时候 就这个傻逼傻逼 说了几十次傻逼 军队里面的人熟悉情况 就说没他妈这么傻逼 真的把作战计划 先他妈演一遍给对方看 要怎么干 各部门要怎么干 然后下这个想法 军队内部都他妈是马逼精 谁也不会表达意见 这个习近平说怎么做 大家就同意怎么做 所以就真的去演练了一遍 你演练完怎么办 你得敢战术吧 你改战术吧 对吧 否则在台湾不怕你了 你不就这么来吗 你还怎么弄啊 逗吧 所以这一次呢 就是三个原因 人家跟我说 那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重要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人家 人家高兴 人家可不高兴 我也高兴 对你打台湾 再说一遍 会咬人的狗不叫 平时好好呆着呆着 说打咔就打了 你这东西可以做的牛逼一点 就你现在天天这么叫唤 你大家都好好想想 2022年2023年2024年 他们恐吓多少次 在人家台湾边上演戏多少次了 你要隔着你 你说你还理不理他 你说你还搭理不搭理他 对 不知道是咋回事 就这么大一个国家 现在玩出这样 所以中国现在没有希望 大家想吧 台湾是真不怕的 为什么叫历史性的转折 我估计台湾是真不怕的 台湾第一个也 确信你打不了 人家有的是招制你 而且人家武装部队在这 你也打不了 你现在除了这么恐吓 你还能怎么着 你没其他办法 但是你恐吓一次呢 人家西方就帮我更多 再恐吓人家就帮我更多 不可能退啊 你看现在这种东西的矛盾 世界邪恶中心 谁敢退啊 连特朗普都改口改信了 当年说他上台就不支持就撤兵 现在特朗普都改了 就现在这竞选最近都改话了 你都知道 对吧 继续坚定的贯彻 支持乌克兰 打击俄罗斯 对吧 台海战争中应该出于什么地位 他都改口号了 为什么压力大了很 他得当总统 你就想想民心所向 这民心所向都是要干死邪恶中心 所以这逼的这么特立独行的特朗普都得改话术 都得改口号 国内的不用改 要继续处理公务员 继续让华盛顿的那些官员失业 这不用改 国际的口号都改了 你就想想 现在的形势到这份上 这感谢我们这傻逼习近平给的功劳 那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你已经把真实的都给人家台湾演了一遍了 你下一步还咋军演啊 你下一步军演还展现什么景象啊 咱就看看吧 好吧 武装力量条件 今天就讲这么多吧 那就跟大家瞎嗶嗶了半天 就跟大家瞎嗶嗶了半天 感谢大家啊 希望大家好好睡觉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